这个视频咱们来讲讲用正弦换圆来求二次函数的值域 先来个简单的热热身 比如这个函数 y等于sinx方加sinx再减1 你知道它的值域咋求吗 看到这个式子 第一感觉是不是就得把sinx换圆一下 把sinx换成t 那函数y就等于t方加t再减1 看到这个式子 内心是不是在欢呼 要求出它的值域 咱找到对称轴就成 t等于-2a分之b 也就是-2分之1 用图像来看 显然y在x等于-2分之1时有最小值 把-2分之1带进去 最小值就等于-4分之5 显然y的值域就是-4分之5 倒正无穷 OK搞定 哎呦不对 等等 这个真的是最后答案吗 看看刚才的这部换圆 是不是一胶踩到坑里了 你让t等于sinx 显然t是有范围的呀 sinx一定大于等于-1 小于等于1 所以t也一定大于等于-1 小于等于1 看来在求值域的时候 你只能看y在-1到1上的值域 所以最小值还是在-1分之1时取得 没问题 最大值是在1处取得 显然就等于1 所以-5分之5到1 才是正确答案 看来以后再利用正弦换圆 来求函数值域时 要千万留意心圆的取值范围 刚才那题你会了 我在这里给x加上一个范围 你还会求值域吗 换圆的过程还是和刚才一样 不过在求心圆范围时 可就要小心了 现在的x属于0到π 用sin图像来看一下 当x在0到π时 sinx属于0到1 现在心圆t的范围 其实是0到1 接下来 还是用二次函数的图像 来看一下对值 当t属于0到1时 最小值在x等于0处取得 算一算 就是-1 最大值在x等于1处取得 算一算 就是1 所以 现在函数的值域 就是-1到1 看来 如果对sinx换圆时 x有区间限制 你就求出在这个区间上的值域 作为心圆的范围 好了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 我就给你讲了 正弦换圆求二次函数的值域 有一点你要格外留意 换圆之后 一定要注意心圆的趋势范围 好了 本姑娘就讲这么多 赶紧刷题去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